最近这几年高工局一直针对细止段的高速公路桥梁进行补墙工程 在细止新江北桥防汛道路这一带是终于完工了 不过长期以来重车的进出 路面损坏的有点严重 相关的复原工程也做得差不多了 只是博油路面铺的平整度还是有待加强 在26号今天下午 市议员周二林服务处人员也前往现场进行了解 表示工程太过粗糙了 要求要再修补 这是在上个月会刊的画面 高工局进行桥梁补墙工程 重车进出了多 而经过这几年施工 终于这项工程完结 当时也要求道路复原工作要做好 而再来到同一个地点 只见防汛道路已经整个重铺 不过仔细看 平整度确实有待加强 四骑工程已经到目前已经完工了 告一段落了 那现在就是进行道路的铺设 把这个破堤的工程再补回来 但是还有一些略有不美的地方 就是有一点缺失 你像这个道路虽然铺设 但是还有一点瑕疵 不够完美 不晓得是验兽过了没有 上一次要求他你完工的时候要把这条道路重铺 那今天他有整个重铺没有错 可是他的路面很粗糙 没有铺好 所以我们会更要求他再重新来修补 认为整个路面重铺工程太过粗糙 要求再改善 另外当时为了配合施工破堤的地方 目前也已经修补完成 只是似乎不够命核 立长也担心会台风大雨 抵挡不住洪水 但是在这个接触的地方 他那个也接触的地方 不想怎么扎上钢筋 那里也裂缝很大 希望说是能够再把它加强一下 再把它远来的这个修复到完美这样 也要请他重新再来修缮 让这个破堤整个很完整 希望说他赶快来这个补修完毕 包括路面好堤防在现场看了之后 也将反映相关单位尽快改善 让副员工作做到最好 九层惠林 西纸采访报道